我跟小鸡我们俩下去一趟 有一个粉丝朋友 他要二十斤小烧 我们给他买回来 明天给他寄走 顺便呢 在镇上买点菜回来 走吧 我们俩准备开车去 今天风刮可大了 骑三十车的话不行 我们这酒房呢 在山边 完了卡口特别的严 我们俩就不过去了 就让酒房的人 完了给我们俩送过来 我们在这接着 好像过来了 那个车 看前面 你说吧 刚弄不弄什么 刚过来 他开个这个车 我记得 后边还大抖了 过去不方便 拿回口不方便了 现在 是高凉的吧 对 五十度的 是吧 五十度的 行 我先搁这 凉桶二十斤 他还得拐回去 就是吗 我说咱在口那接 这还得拐回去 还得过一下卡口 放到仓库里吧 娘 行 到家了也没有买啥菜 不知道要买啥 整个点老虎菜 挺沉呀 这二十一 先放这吧 嗯 下十一个 下这么多呀 十三个鸡下了十一个蛋 你就包住了呀 不能 快点啊 其实就是用它点火 披成这么小 好点火 这个顶上就没啥油 这个顶上看 这个顶上咋看出来的油呀 看这 等一下 看这 看见没 松树油子浸透了 就是这个地方吗 就这个地儿 像这种松树油子浸透的 就是名字 一点就着 特别的好 点火神器 刚才在镇上还下一场雨呢 到现在又不下了 批完了吗 没有啦 把这个都批了 今天又到了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了 我姨 准备蒸馒头 这是我们家第四次蒸馒头了 上一次还记得吗 那个剪大了的馒头 很多人都以为 是蒸的 红糖膜了 这一次 这一次应该不会了 是吧 剩下的能不能摆一下呀 我拿过来吧 拿过来 盖上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你这咔咔把干豆腐切完了 准备炒啥呀 白菜干豆腐 土豆 放放土豆一串 放放都行 行 看看 跟黄瓜一样 两个辣椒都这么大 没有 这个小 咱家饭量都不小 完了你再切几个土豆呗 行 多炒点菜 那个棒的都走到走不了了 刚才我给他俩吃 那肚子吃的 吃港港的 奶的鸡也不能吃 那个大 鸡汤那个大的 大的鸡也不能 不是偏了 不移歹偏了 你看这下可给小包忙活坏了 上蹿下跳的 这会儿又跑到顶下来 小包你看都能欺负人 刚才在欺负羊 这会儿又欺负狗 今天的麻烦都没失败 现在麻烦都白的 也没有开花 开花了 养活了什么诀窍吗 前两次放面前都放多了 好了 好 好 好了 好了 好